大家好我是Paul,周遇到周五的英文起讀 对不起,李安获得了一个终身成就奖 那颁给他的呢叫做BAFTA 什么鬼,我们看一下 那其实终身成就奖我对这个还蛮有点怀疑的 因为英文的这边这个报导说的是 你看我们这边看 Anne Lee will be honored with the fellowship at the EE BAFTA Film Awards 2021 on April 11th 所以BAFTA,然后Fellowship 所以他会被honored with the fellowship 在这个BAFTA这边 什么是Fellowship啊? 所以我特别找了一下下,什么叫Fellowship 其实Fellowship的概念我稍微解释一下下先好了 但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一些词,或许可以先讲一下 所以他是当代受高度尊重的一个导演 然后他拍了很多不同的种类的片 这些的英文,等一下要文艺上的种类怎么说呢? 那高度尊重以及他是当代的这个英文怎么说 那他在什么时候崛起,然后他非常创新这些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英文怎么讲 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要这样描述李安的话 你有没有办法用这边的一些词 然后想到他的英文版本来讲他呢? 那如果说你会觉得这有点值得学的话 那请你跟我一起继续看下去 那回到这边刚刚讲周生成就讲 我想要讲一下这个Fellowship的概念 Fellowship 一般来讲Fellowship这个词就是 你这个家伙 OK? 一个人就一个Fellows OK? Fellows 所以假设你有点胖胖的坐在那边 Oh he's a chubby fellow OK?一个胖胖的家伙 那你去找字典的话你会发现Fellows这个词就是 你成为了一个组织的Fellows的时候 就是被他们纳为议员的概念 你真的进入了他们的这个社群 所以说啊 这种电影协会里面Fellows呢 就是你被他们纳进去的真的就是一种 还蛮值得 值得这个令人羡慕的 或者值得令人称赞的那种荣誉 所以这边在Bavta的Fellowship 这一个Wikipedia的页面上就说了 他说的这个是The Bavta Fellowship Or The Academy Fellowship Academy 他们很喜欢叫自己Academy 就是影业学会这样子 那因为他的确是感觉有在做学问学会 所以他们就称自己为Academy Academy其实就有学院学会的概念没有错 所以Fellowship是一个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所以我们的中文媒体并没有翻错 他真的是一个终身成就奖 所以终身成就奖的英文 其实就叫做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Lifetime注意是一个字 Achievement是成就 加一个Award就奖 所以终身成就奖 所以这个Fellowship是一个终身成就奖 Presented by the BAFTA 那BAFTA这边写开来就是 英国什么影业学院什么学会这样子 British Academy of Film and Television Arts 所以它横跨的不是只有电影 它还包括有电视 所以英国影视学会 或许可以这样翻吧 British Academy of Film and Television Arts 特别想强调一下Film这个词 Film是电影嘛 它其实就是薄薄的一片 那为什么薄薄一片可以叫电影 你想想看电影不是用底片这样去拍吗 那个底片就是薄薄的一片 所以那个就叫做Film OK 那据我知道香港人把这个字是念的不是很清楚的 因为有些香港朋友英文已经不错了 可是他们一直会把这个Film这个字的L字 发不太出来 所以他们会念成Film Film No 我没有把L念出来 所以是Film Film 我还有另外一个以前的香港高中学生 高中同学不是学生 像有个朋友叫做这个卡尔 他就是没有办法把名字念出来 他应该念做卡尔 卡尔 像以前有一个短跑健将叫卡尔 卡尔 卡尔 那那个L的英文的香港同学 我都还记得他叫Michael 他就一直念成卡 卡 Hey卡 No he's not a car he's a person and his name is 卡尔 OK 卡尔 好啦不管了 不要笑人家的发音 我自己也没好了哪里去 所以总之呢 他得到了Philoship 我们来看他里面写些什么 Taiwanese Film Director Director 就导演 李安真的就叫Anne Lee 我以前还 我刚 我在找资料的时候 我还误解 我还以为他的Anne是个女生的名字 那个Anne 那也不是说错啊 就是亲自亲自两性平权的状态下 或者应该讲多性平权的状态下 你取一个名字叫Anne 然后你是男生 好像也没什么不对的 但总之找不到 所以他的名字是Ang 所以Ang Lee 那个马桶音 Ang Lee 这样 will receive a BAFTA Fellowship at the BAFTA Film Awards ceremony on April 11th 所以其实还没有 他只是宣布而已 Becoming the third Asian 我是说在我现在录的时间还没有 对不起 Becoming the third Asian to win the award 所以他是第三个亚洲人而已 酷 OK 那他引用的报导 事实上是我们的中央社 Central News Agency Quoting the British Academy of Film and Television Arts Announcement on Tuesday 所以这是礼拜六 不是 4月六号的时候 Tuesday发表出来的 然后这边讲了一个 在他的网站上 直接给了一句 对他的评价 所以这就是我们刚要看到的很多字 就从这边出来的 So Lee i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pioneering and revered contemporary filmmakers whose groundbreaking films are highly acclaimed spanning multiple genres throughout his producing writing and directing career 写的真是漂亮 所以Liana 是世界上最pioneering的其中一个 所以one of the most one of the world's most 世界上一个最怎样的 one of the world's most 那pioneering pioneer的意思就是先驱 所以要是你不知道这个字的话 我也稍微打一下给你看 所以pioneer 就是先驱者 所以他是最pioneering and revered 所以后面这个词reveered 就是受到尊重 所以他这里采用一个被动的语态 因为他是被尊重 highly revered 他没有用highly 不管了 所以他是contemporary filmmakers 所以当代的 所以我们就用了 contemporary 就是当代的 So he is one of the most pioneering and revered contemporary filmmakers 其中一个 所以filmer可以加附数 因为是 就是电影人其中之一 那他的 非常有 革新创新的电影 所以这里的革新创新 他不选择用像是innovative 这样的词 他用的词呢 你看我这边中文写的创新 而且跟地面没关系 但是因为他的英文词就叫做 ground breaking ground是地面 地表 你把它打破了 那那个叫创新嘛 是啦 因为你知道在 在建筑学上面 就一个 营建的一个工地 我们要开工 就破土的那一个概念 那个就叫做ground breaking you break the grounds 所以 破土 创新 好像能够连得上关系吧 所以ground breaking 所以 这边再回来 他的ground breaking films 他的这些创新的电影 破土般的电影 highly acclaimed 这个acclaim 我没有稍微打出来 这边反正就是受大家的这个 呃 欢迎 OK 大家觉得很棒 这样子 highly acclaimed 那他横跨了好几个不同的 种类 他可以拍文艺片 李信源感性 他可以拍 呃 科幻片 科幻片 哪一个算科幻片 李安的科幻片 难道那个life of pie可以算吗 拍的故事 好像不叫拍的故事 少年拍了 对不起 有时候中文翻不过来 但总之 他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种类 所以这边种类的词呢 打出来 文艺的种类 我们叫他 GENRE 可以加复数 那他是个法文字 所以你不可以把它用像英文的方式念 他不是念做 genre 他念做genre 其实我还蛮常讲这个词的 so spanning multiple genres throughout his 所以透过他的 在整个生涯过程中穿越过的 那他的生涯做了些什么事呢 throughout他的 这边讲的总共三样东西 producing writing and directing career 所以他既是制片 他也是 也会写 自己写剧本 以及他当然会导 会direct 这句很棒 我再念一次给你听 Lee is one of the most 对不起 Lee i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pioneering and revered contemporary filmmakers whose groundbreaking films are highly acclaimed spanning multiple genres throughout his producing writing and directing career 所以这是BAFTA在网站上说的 看能不能再看几段 Lee has won several BAFTA awards for his movies 以下以下以下 所以他赢了好几次的BAFTA的奖 for他的下面这个电影 for his movies sense and sensibility 理性与感性 sense and sensibility 下一个 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卧虎藏龙 这个啊 在国外已经 当年还没有什么梗图这件事情 要是今天这个电影是现在出现的话 我都不知道这个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会不会玩成什么样子 因为对外国人来说 这就是一个蛮 充满异国风情的一种 描述一个状态的方式 因为crouch真的就是滴滴的 蹲下来 所以卧虎用翻成crouching 那长龙真的把龙藏起来 hidden dragon 所以这个是完全造字翻成英文 我说真的 以我对英文的了解 我觉得这个名字 听了会让你觉得扑翅一笑 可是你想到这是中国文化的东西 你可能又笑不出来 你会尊重 但不管了 反正就这样子 以及还有brokeback mountain 就是断背山 这你应该还记得 所以他也赢了奥斯卡的最佳导演奖 所以他也赢了奥斯卡的最佳导演奖 so he also won best director at the Oscars 所以奥斯卡 for Brokeback Mountain and Life of Pi 所以断背山以及 Life of Pi Life of Pi 我怎么一直少年 少年拍的奇幻旅程 好像是这样翻吧 你知道吗 当年这个 他赢了奥斯卡的最佳导演的时候 大家当然觉得 嗯实至名归拍手拍手 可是那时候大家在观看这个颁奖典礼的时候 就在等 等什么事你知道吗 等他赢得最佳电影 因为那个时候呼声之高啊 就是这个断背山 而且那个时候 尤其是你知道 就是那个同性圈 呃 对这部片真的是 爱到一个不行 所以大家都期望 ok 揭晓的时候就是brokeback mountain 然后大家就哇耶 最佳电影了 结果不是 就不是以后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 就有一些 在多人多至少 有那种gay community 就同志的那些社群啊 他们就认为 那我不接受 我不接受断背山没有赢 所以他们登了一个广告 在报纸的就是 好像是半版吧 也就是报纸打开下面 就上面可能是有新闻 他们登了半版的广告 然后就写说 谢谢李安拍了brokeback mountain 对我们而言 这才是今年奥斯卡的最佳电影 所以这部电影 对当时这个影响力真的是非常非常深远 而且李安真的把他推到国际的高度 所以在我记得在当年我看到这个颁奖典礼 他上去赢到导演奖的时候 哇我真的也都快哭了 那在上面好像 他是不是有讲了一些些的中文 我好像依稀有印象 所以在那时候真的觉得身为台湾人好骄傲好骄傲 so anyway再看一段 所以他在1990年崛起 那这里的崛起呢 这边用的是一个很常见到的一个片语 就叫做rose to prominence rose是rise的过去式 所以也就是崛起rise 但是爬到一个显著的高度 那那个高度的显著的部分 我们就用prominence来说 因为prominence就是明显的 所以这里我也打一下 他的崛起 我们就写说rise to prominence OK rise to prominence 所以这是个动词片语 所以他崛起在1990年代的时候 Lee rose to prominence in the 1990s 用什么崛起的 所以用with来接下去 with his Taiwanese father knows best comedy trilogy 这个我还刚特别找了一下一下 因为我们华人反而 对这个 除非你是电影人 你可能比较熟 我外行的我还真不熟 他就称它为这个父亲三部曲 父亲系列 所以他90年代拍出一些片 那三部片合在一起 成为一个父亲系列 或者家庭系列 家庭三部曲 所以这里有一个词叫trilogy trilogy就是三部曲 你知道tri开头就三嘛 这样例如说铁人三项叫triathlon 我这边也写打一下好了 所以tri开头就三 所以有triathlon就铁人三项 那像triangle就是三角形 所以trilogy就是三部曲 所以他那时候有个喜剧的三部曲 那他把它叫做father knows best 爸爸最懂 事实上好像是一个国外的影集 但因为它是个喜剧 所以他总之就借用了这个名字 所以他的taiwanese father knows best comedy trilogy consisting of 包含了三部片 pushing hands 推手 the wedding banquet 喜宴 以及最后一个 eat drink man woman 影视男女 所以三剧 三部合起来叫做 父亲系列 家庭系列 这样子 然后这个喜宴还赢得了那个金熊奖 在柏林营战 so the wedding banquet won the golden bear at the 1993 Berli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然后在2000年的时候 生出了这个 呃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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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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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舞长龙 so in 2000 the produced and directed 所以他自己制片 以及自己做监制啦应该讲 然后做 然后也倒了 so he produced and directed the martial arts action adventure 所以是武术的 动作以及冒险片 所以有时候你知道电影也是有那种 种类混合在一起的概念 所以他既是动作片又是冒险片 所以action adventure 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which won an oscar for best foreign language 所以在当时是最佳外语片 总是慢慢爬上去 爬爬爬就爬到了他的该有的高度了 这样子 好 看到这也大概也够了 因为接下来又是一些 啰哩啰嗦的一些小部分 那我们看到这边就 替李安导演 感觉非常非常的恭喜他 那看一下刚刚的 复习一下刚刚的一些词好了 所以这边有包括像fellow 他赢得了这个fellowship 那fellow是家伙啊之类的意思 那但是在这个里面是有不同的意思 像我刚也查了一下 在这个医学系里 医学的这个领域里面 也有fellow的概念 那我刚找了一下 好像他的意思就是研究医师 所以是在你身上组织医师前 然后你先当一个研究医师这样子 那可能有很多的fellow 可能在里面待会就 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中一个人身上组织 还是大家都有机会当组织 其实我对这个就没有很熟了 但刚刚找一下就是了 所以 我们刚刚想要讲这个 中生成就奖 所以fellowship也就等于是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这样可以 然后有l结尾的音要小心 刚刚说过了 那他是一个非常先驱者 pioneer pioneering ok 然后以及他非常的受高度尊重revered 那他是一个当代的影人 所以他是一个contemporary filmmaker 所以filmmaker就是拍片的人 简单的说 OK 导演 filmmaker 为什么不叫director就好 为什么叫filmmaker 因为filmmaker的含义 大概就可以广泛很多 you make film how you have many roles in it right so there are different roles that goes into the making of a film so you can be a director you can be a producer you can be responsible for lighting and you know casting and stuff like that so i guess you can all call yourselves filmmakers maybe I'm overstretching the definition but I'm trying 好 所以文艺的总力叫 genre 不是genre genre 那崛起 rise to fame rise to prominence rise to什么东西 其实后面这个名词可能是可以 换别的名词 不一定是prominence 叫你 獲得的名声 rise to fame 也是有的 OK 创新 innovative 但是用的词是groundbreaking groundbreaking 那最后讲到他刚刚的这个 三部曲 trilogy 这样子 好 讲到这里都该够了 再次恭喜李安导演 也谢谢你看我今天的这个频道 喜欢的话点个赞 因为点赞的话能够增加我的影响力 我就希望越来越多人看我的影片 我就能把教好英文这件事情 能够传达到越来越多的观众里面去 so anyway thank you 我们明天见拜拜 by bwd6